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一带一路 继续行走阿塞拜江 巴库海滨广场 畅享免费无线萌络 哇 看这个视频也播放 拜访华为阿塞拜江子公司 了解美丽阿塞拜江活动 这里面每一个过去的争选 文文人物争选是就有那种工匠精神 拜访烤囊奶奶 寻找传统烤囊剂 最大的不同就是奶奶这双手 是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四版三世纪 相遇美丽阿塞拜江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继续阿塞拜江的行程 在阿塞拜江的 菲迪·纳西切丸 设置组了解了 中国华为公司在当地的工艺活动 而在首都巴库 华为阿塞拜江子公司 也开展了不少工艺活动 设置组来到巴库的海滨广场 这里有华为公司与当地通讯公司 合作为市民设理的免费无线网络 这就是我们帕里WiFi的设备安装在这个根杆上面的 这盒子上写着华为 对 这盒子上写着华为 然后这个下面是电源供电系统 从那个四电改换成那个设备需要的点 所以让这个电压更加的稳定 对 可以肯定地工作在这里 像这样的WiFi花钱吗 每次连入的时候 对 普通市民都是免费开放的 免费的 对 那这样一个设备 它的这个覆盖范围是多少呀 一般地方是50米到200米 然后在这整个区域装了大概120个 那除了这个海滨公园之外 还有其他地方能连接吗 可以 在那个前总统纪念馆 还有步行街那边都是可以的 对 曹泽君是华为阿塞拜江市场代表 他对我们介绍 免费无线网络 是2016年底 由华为和巴库电信合作设立 目前支持阿塞拜江本国的手机号码 记者用他的手机做了测试 使用本国的手机号登录后 输入印证码 很快就可以享受免费无线网 现在就是连接成功了 你看这个WiFi信号 对 WiFi可以 我来使用 这里有个Google打开新的 可以送入连帆的家 非常快 这样就已经把我们的节目搜出来了 所以这个 你不要打一个视频也可以看很快 搜网页的速度非常快 非常快 哇 看这个视频也很流畅 播放 是的 当初的一个节目 对 所以它的这个播放速度 其实也是很快的 播放速度也很快 曹瑟君介绍 目前免费无线网络的连接速度 最快能达到每秒15兆 这个速度能够让用户顺畅的 浏览网页和观看视频 在2017年初 免费无线网络刚刚推出 就获得了市民的好评 在今年的纳乌鲁斯节 正式开幕的 这幕开幕之前 因为是总统亲自过来 进行了检查 所有老百姓都知道 所以就在开幕的第二天 的访问量就超过了 整个网络承展的30% 非常高 非常大的一个承展量 那这个后面的技术支持 是可以的吧 这个支持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本来有本地服务 另外一个 我们的网络和设备 都是经过检验的 所以如此大的一个人群 来使用这个免费WiFi 使用的速度 还是可以保证的 对 巴库海滨广场 位于离海边 毗邻巴库古城 是整个城市的中心 夏日的傍晚 市民们通常会来到这里 常养散步 免费无线网络 给很多人提供的便利 让他们在散步时 可以畅详网络 你现在联网用的是 这边的公共WiFi吗 我们的公共WiFi 还是电网络 是的 现在 我第一次 这个公共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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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使用了很多时间 他就说这个速度 还是比较快的 可以通过这种视频 可以看一下电影 还是很逊强的 这位小伙子对我们说 广场的免费无线网络 速度很快 连接已很稳定 在巴库市区内 五个JB的手机网络 流量费用 大概要十码纳特 约合人民币四十元 价格并不算低 很多人会到广场上来 利用免费无线网络上网 既方便又省钱 曹泽俊介绍 公共免费无线网络的想法 最初源于2016年 华为组织的 美丽阿萨白江公益活动 这一活动包括 宣传阿萨白江的风景 和人物等许多部分 免费无线网络 是为了让市民 更方便在网上 了解这些活动的内容 美丽阿萨白江下面 有几个模块 就是美丽阿萨白江 风景人物 跟这些一系列的社会活动 引起了这个神 社会反响是非常大的 在阿萨白江一提到 华为又会想到 美丽阿萨白江 然后很多人认可说 华为是一个 当地的企业公民 给阿萨白江做了很多事情 很愿意跟华为 做这种一些合作 曹泽俊的介绍 让我们对 美丽阿萨白江 这一活动很感兴趣 设置组跟随他 来到了华为 阿萨白江子公司 一进门 就看到了 美丽阿萨白江的标志 整个这个活动有四部分内容 一部分就是阿萨白江的质本 就是这本书 用这本书来体现的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 美丽阿萨白江的人 一男一女年轻的 偏偏其舞 代表阿萨白江这个民族 第三部分是代表 阿萨白江美丽的风景 高加索山脉 整个高加索山脉 加上这个厉害 然后第四部分就是 美丽阿萨白江历史 悠久的历史 阿萨白江是几千年的历史 这个是地毯 这是阿萨白江半个教 这里的这个 不在阿萨白江 就是阿萨白江 就是美丽阿萨白江的意思 像这样的一个标志 是谁设计的呢 这么好看 这是我们自有员工 是我们的本 就是我们自己的员工 做marketing活动 通过电脑 一笔笔画出来的 这是华为对员工 设计出来的一个方案 华为阿萨白江子公司 目前是巴库最大的 外资通信公司 有员工一百多人 除了中方员工二十多人 其余都是阿萨白江 本地员工 在巴库 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那这边能看到 有外籍员工和中国员工 一起在这边工作 对 他们的工作分工有区别吗 我们的分工没有任何区别 中方跟本地 我们工作的是一样的 我们也有本地的专家 那像本地的这些员工 都比较喜欢来这边工作 他们是非常自豪 在华为工作是非常自豪的 从我们当地调研的情况来看的话 一个是在当地 有个东西叫阿德塞尔 一个是华为 这两手像个大学校一样 本地员工以在这两个工作为自豪 他们从这两个公司 即使是到其他公司再找工作的话 都会受到厉害坑待 会受到很高的待遇 从2001年来到阿斯白江以来 华为公司也经历过不少困难 尤其是2015年 石油价格震荡 引起了两次货币贬值 给员工个人生活和工资的发展 都带来冲击 2015年 那个石油价格下滑 这个国家经历两次货币贬值 就贬了百分之百 然后员工 肯定生活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但是绝大部分员工 还是对华为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仍然留下来 跟华为一直坚持到今天 还在努力发展 那对于他们的士气 有没有一些影响 会有一些影响的 因为它的货币以前 阿斯白江本币比欧元 相差不多 现在它是一美金对1.71 这样的话 它整个生活质量 还是受一定影响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启动这么一个阿斯白江 这个活动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能够这个 振奋 这个本地员工 以及阿斯白江整个社会的 这种士气 传递这种正能量出来 在公司的墙上 我们看到礼服宣传画 这是本地员工 为了美丽阿斯白江活动 亲手制作的主题宣传画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水果 还有这个森林 这部分就是代表 美丽阿斯白江的这个自然风景 因为这部分就是阿斯白江 有高雅鼠山有厉害 所以自然风景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少女拿着一个礼盒 在天天起舞 这个礼盒是阿斯白江的那个新年 就是纳乌鲁士节 在纳乌鲁士节的时候 重要的礼物 去现我们过新年 送的新年礼物 这个传统是闷标 长卷中除了民族服饰和节日 还有古城 油田 火焰等 一系列阿斯白江文化符号 因为是员工自己创作 画面风格以卡通形象为主 但是仍然能感受到 其中的细致用心 华为经过在阿斯白江多年打拼 构建了和谐团结的企业文化 中国和阿斯白江员工之间相处融洽 本地员工们对公司很有感情 曹泽军为我们介绍了 技术服务资深工程师涂浪 您在这边现在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您在这边现在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我负责是FR的工作 然后可以帮我们客户提供 服务的解决方案 图拉尔在华为工作12年 参与了公司的每一步发展 通信专业毕业的他 认为华为公司最信任的部分 就是在专业领域 一直没有停止探索和前进的脚步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同感 华为的本地员工能将自己的能力最大化 同时也非常惹心参与公司所做的公益事业 美丽阿塞拜将的创意 就是由这些阿塞拜将员工提出的 在曹泽军的办公室里 我们看到里本名为 美丽阿塞拜将人的画册 里面的人物都是本地员工去寻找和推荐的 这里面每一个故事的甄选和人物甄选 是通过我们本地员工基地讨论 最后经过这种事实验证 说这些人确实在区域里面 做这一个行业 一辈子或者是两倍人或者三倍人 在这里面而且有一定影响力 就是那种工匠精神 像这个是做纺织的 这个是农业方面的 这边写的都是什么 这边是阿塞拜将语 讲了他一下他的故事 美丽阿塞拜将人一书 共有50个人物 涵盖了各行各业 有教师 学者 艺术家 也有手工艺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奶奶 因为在巴库古城里 以传统方法制作烤囊而闻名 阿姨做这个传统工艺的这种食品 就是这个面包 传统面包 在阿塞拜将 每天有大量的人到排队购买 但是它产量有限 甚至接待了很多外国国家领导人 所以这样的活动做下去 对他们影响也是很大的吗 影响是很大的 这个故事我不仅仅写了这本书 实际上在我们华为的 Facebook上也发布了 发布以后 每天的点击量超过1万个点击量 阿塞拜将只有900万人口 这种国家里面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们出发言程度更高了 他们给我们正向反馈说 华为这件事情对他们产生了非常正向的价值 美丽阿塞拜将人活动 在政府和民间引起了很大反响 画册的印刷量超过了1万册 网站的点击率也很高 在2016年巴库通信站上 阿塞拜将总统阿里耶夫 也对这本画册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通过这个活动 不少勤劳乐观的阿塞拜将普通人 也被大家熟知 这还有很多手工艺人 包括做阿塞拜将这种 孙奴普亲的 就各行各业方面面都有 对 各行各业的 就是普通老百姓 我们也没有找特别出名 那种上层社会的人 我们找的就是民间的 有工匠精神的 而且他一直非常乐观地 对待这种生活的人 所以让他们这个精神去影响到周围的人 我们希望用普通人 应用普通人 曹泽君介绍 华为在阿塞拜将的十几年发展中 一直在积极旅行公司的社会职责 在他看来 公益活动不仅是宣传手段 和回馈社会的方式 更是中国企业了解其他国家环境 和文化的重要途径 通过这些活动 他们对阿塞拜将的历史文化 和民族个性有了更深入的接触 从而与员工在精神层面产生真正的交流 大家不仅是雇佣关系 也是亲密的朋友和伙伴 同时让阿塞拜将社会 更加了解中国公司的文化地韵 拜访烤囊奶奶 寻找传统烤囊记忆 最大的不同就是买来这双手 走访石油画家 感受石油画的独特美丽 我感觉这个画法 其实有点类似于像沙画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四版三世纪 相遇美丽阿塞拜将 正在播出 离开华为公司 设置组在华为员工 尹匆匆地带领下 去拜访美丽阿塞拜将人中的人物 我们首先前往八股古城 寻访刚刚在书中看到的 烤囊奶奶哈吉加特 所以就是特色的烤囊 就是这样的烤囊 按照老板的意思来说 这个烤囊是整个阿塞拜疆是最有特色的 因为它是不添加任何其他物质 是纯天然的烤囊 哈吉加特奶奶的工作地点 是古城内的一家餐馆 这里制作的烤囊 在整个巴苦都非常有名 得知我们的来意 老板热情地请出了哈吉加特奶奶 哈吉加特奶奶 哈吉加特奶奶今年64岁 已经有几十年的烤囊经验 老板告诉我们 从面团的调制到烤囊的制作 都是哈吉加特奶奶一手完成 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所以每天都会这样 之前形好很多这样的面团 对 它每天会在烤之前 会把这些面团先揉好 每天要大概做多少张 120-150张 120-150张 在中亚西亚很多地区 烤囊都是当地最重要的主食 但与我们常见的圆形囊饼不同 哈吉加特奶奶手中的囊饼形状 很不规则 只见它动作新属地穿梭在屋子之间 把一个个面饼贴到囊坑里 尽管囊坑内的温度很高 哈吉加特奶奶把面团按在坑壁上后 还要用力按压几下 将面饼摊开 手法从容不迫 那您觉得自己做这个 和别人做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какие отличия у вас есть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другим и с другим у нас отличие вкус не знаю у нас волшебный тендер волшебный тест я说 她觉得它的味道 应该是最好的 это мука соль вода 就是水 加面粉 加一些盐 但是她做成的 就成功 就味道 就很美 Самиглобн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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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说 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奶奶这双手 是 是 哈吉加特奶奶说 在阿塞白江乡村 现在还有很多人 用传统方法制作烤囊 虽然大家的原料都差不多 但她相信自己的手感和经验 对烤囊的味道 也绝对自信 我抓住的时候 都说很烫的 然后特别大的一块 闻着就特别的香 还有嚼劲 还有面的那种香味 随着我嚼这个囊 还慢慢有点点咸 咸咸的这样的味道 很好吃 仅靠面粉 水和一些盐 就能制作出美味 纯像的囊饼 哈吉加特奶奶的手艺 不仅被巴库人认可 也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的目光 从伦敦 从美国 都能回带来的客人 俄罗斯也很多 所以你也成大名人了 如今 阿塞白江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业 哈吉加特奶奶的烤囊店 也成了巴库古城中的一张名片 正因如此 哈吉加特奶奶 成为了美利阿塞白江人的 第一批入选者 那之前拍完这个 美利阿塞白江人之后 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老板说啊 自从拍了那个 美利阿塞白江之后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 也会来这儿 特地来查一下这边的脑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 帮他报道之后 有更多的游客 能够帮他这个饭店 那个扶植到全世界 那现在顾客是开始越来越多了 你每天 你做囊会不会感觉到很累啊 一起玩 那面卡卡了 不吃不吃不吃 不吃就直接吃 奶奶说没问题 奶奶的人越多越好 他感觉会越来越开心 完全没有累的感觉 哈吉加特奶奶的 勤劳和热情感染着我们 离开烤囊店 尹聪聪带着我们 拜访另一位 即将入选第二届 美丽阿斯拜疆人的候选人 他叫塞比尔 是一位专门以石油 为颜料作画的画家 非常欢迎我们今天到这儿来做课 你好 后面的这个画也是您画的吗 这是他本人创作的 像后面这一幅的画 这一幅啊 就是用那个水彩的颜料和那个石油 混合在一起画的彩色画 哦 这里面就已经有石油了 塞比尔告诉我们 墙上的壁画是使用石油颜料作为底色 加以油画颜料的渲染完成的 壁画的内容是几匹脚尖的战马 尤其是看这个马的眼神 就是非常的犀利 所以说你看这个眼睛 他说他想给你展示的是 这不是一匹普通的那个 我们骑的这种加马 它是战马 所以说战马的眼睛是非常种种有神的 这是具有攻击性的 它是带着战士往前冲锋的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眼神的话 非常有吸引力 那现在我们是看到墙上的这幅画 我们想去您工作室看一看更多的话 能去您工作室看一看吗 可以现在看看我们的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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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们的工作室 在上面 我们的工作室 可以 好 可以 塞比尔的工作室 位于壁画旁的居民楼内 这栋居民楼建造于20世纪50年代 从20世纪末开始 塞比尔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0余年 哇 一屋子满满的画 这这样的就是石油画了吗 像这些都是用石油创作 全都是用石油饮料做的 然后描绘的都是一些战争的 那个英雄那种创作 像这一幅就已经是有20年历史了 是索利先生最早开始创作的几幅画之一 在塞比尔的画作当中 骏马与英雄是最常见的题材 石油画的单一色调 很适合表达出这些历史题材的苍凉厚重 这是画在板上的吗 还是画在纸上的吗 是后的纸上 好 很高纸 他不拥有其他材料 他不拥有其他材料 这些材料 是 25年前 也是他的早期作品之一 塞比尔告诉我们 90年代之前 他只是一个普通画家 还没有用石油做画的想法 是一次石油浴的经理 给了他新的创作灵感 之前的话 他为什么想到用这儿 不是你们去习惯的石油浴吗 石油浴的时候呢 他就想到了 为什么不能用这种染料 这种油料不是对身体比较好 他就想到了 像这种油料的话 跟普通的油不同 它比较稠 所以说非常适合 它用在那个画画上 巴库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为塞比尔的创作 提供了充足的材料 石油工业 也成为了他创作的主题之一 塞比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 人物肖像图 也是用石油颜料绘制的 这幅画描绘了一位 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工人 我感觉这个画法其实有点 类似于像沙画 把这个 它的这个美幅画的明暗关系 都是通过这个颜料的薄厚 浅淡来表现出来的 塞比尔告诉我们 它在创作时 会选用不同种类的石油 这些石油本身 颜色有所区别 而不同的调色方式 也会让绘画颜料 呈现出不同的色彩饱和度 以手带笔 看石油如何作画 虽然是拿手指画的 但是每一下都画得特别的准确 采访阿萨百姜外交部 新闻处处长 了解中阿未来合作前景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 特别进入一带一路 第四把三世纪 相遇美丽阿萨百姜 正在播出 在塞比尔的工作台上 我们能看到一些 它平时使用的石油颜料 这就是平时画画用的 这个石油颜料吗 像这个已经是准备好了 我闻这个味道 有一点油气的味道 跟平时的石油味道不一样 塞比尔所用的石油颜料 来自巴库周边的炼油厂 这些特制的石油颜料 在三到四天之内 就会变得非常浓稠 而在作画时 石油颜料在画质上 只需几分钟就会干燥 所以创作一幅作品 通常需要一气呵成 我看这些就是画画用的 所有的画笔和刷子 是吗 就跟平常画有画的工具是一样的 现在塞比尔说 这些小画笔 这是他的辅助工具 他还有更加得心应手的画笔 就是他的双手 用手指摘取适量的石油化颜料之后 塞比尔开始了创作 现在他这样画的 就是画的传统的马 虽然是拿手指画的 但是每一下都画的特别的准确 马的轮廓已经看出了 手指看似随意涂抹 但实际上胸有成竹 而又无拘无束 几分钟之后 一匹生动的战马便悦然至上 这就完成了 虽然很快 虽然只是拿手指这样在上面涂抹 但是骏马的这种驰骋 马的这种丝驰骋 这种气势感已经能看出来了 非常厉害 可以往远站的话 可能看得会更好一些 虽然只是单一的颜色 但塞比尔用手指涂抹造就的笔触 将战马的动感和气质 表达得淋漓尽致 而石油颜料的独特质感 似乎又让巴黎的风沙扑面而来 颇有中国画中脱模协议的气势 而且我发现像这种颜料 它不像油画的颜料 又能覆盖性强 它画出来一笔就是一笔 所以一定要画得很精准 因为是用石油绘画的第一人 塞比尔有了石油人的称号 现在他的作品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知名度 塞比尔为我们展示了他的画册 上面展示了他获得的许多荣誉 当时也把这些画作赠送给 哈萨克斯安朱阿塞的大使馆 作为永久的留念 那其实通过这些能看出来 先生已经很有名气了 那为什么 因为在美利亚塞拜疆人里面 我记得那个图册里面的人 都是平常的老百姓 为什么像华德先生这样 已经很有名气了 但会成为你们下一届里面的 一个候选人呢 因为像塞比米尔连这样的一些艺术家 可能在阿塞拜疆本国是非常出名的 但是在我们东方国家 尤其在我们中国 他可能认识的人还比较少 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手工艺人 阿塞的一些艺术家 他们的这些创作和他们的一些本人 能够让更多的一个中国人民可以知道 尹匆匆介绍 第一届美利阿塞拜疆活动非常成功 不仅在阿塞拜疆国内也获得了广方关注 也让很多中国人对阿塞拜疆更加感兴趣 这也符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中国和阿塞拜疆之间 希望加强联系和合作的愿望 告毙了塞比尔 设置组受邀前往阿塞拜疆外交部 得知设置组的到来 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代理局长 希克马特哈吉耶夫表示欢迎 并亲手了我们的采访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对中国与阿塞拜疆的关系有哪些影响 bir yol konsepsiyası və strategiasi Azərbaycan tərəfindən də çox təqdir edilir və bu konsepsiya münasibəti ilə biz Çinin səylərini çox yüksək qiymətləndiririk və tarixən Azərbaycan və Çin xalqları həbigi Böyük İpək yolu vasitəsilə bir-biri elə əməkdaşlar ediblər hesab edirik ki, bu təşəbbüsün iləri sürülməsi tarixi İpək yolunun bərpası kontekstində geniş bir fürsətlər yaradır 中国的一大一大一的合作商计为 Azərbaycan这种传统能源国家的经济转型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 azabizyang应 cleonsyd长的编码和中国的集合作商计 尤其是在交通社会的联通方面 azabizyang能依个一大一的各工合作商正传很多的职营 阿尔顾文言 Saiyer 转型节好的業连 시작 我們玄乒乓зы 导致,結果,可以在獨立行為本行, 巴庫的比利斯-卡爾斯鐵路,將阿兹白江與哥魯西亞土而其相連。 鐵路全長850公里,是當今連同歐洲與亞洲最短的一條線路。 阿斯白江非常希望能將這條鐵路與中歐鐵路對接, 發揮自己歐亞大路橋的作用。 除此之外, Baku国际港也是 Azərbaycan重点打造的自由港和毛医去 Azərbaycana, Azərbaycan post xidməti onları qablaşdıraraq regionun digər ölkələrinə, ta ki İrana, Rusiyaya, Ukraynaya yönləndirilməsini təmin edir Burada da Azərbaycanın nəqələt imkanları, xüsusilə hava nəqələt imkanlarının inkişafı bu sahədə əməkdaşlar üçün görə çox maraqlı bir perspektiv imkanlar vədədir Hacı Yefu cəşəl Sözcə İda-İlu çayında təcin Azərbaycan yü中国 növiyyə qeymə rüzgən zəndar Məkən,中国是 Azərbaycan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第三大进口来源果 Azərbaycan希望在基礎建设,汽车,农业, 海上石油平台设施方面 能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并将基于很多优惠政策 Sonra investorların qorunması üçün qanunvericilik bazası var 除了 mao-i,文化和教育也是兩国之间的交往领域 古斯丑之路的历史是两国之间的文化牛待 在这25年间,两个关系发展良好,稳定,这与背后的历史远远不关系 中文字幕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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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热烈的反响和肯定 倡议提出后,两国关系迅速走上了新台阶 1992年4月2号,中国和阿斯拜疆建立外交关系 25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 中国和阿斯拜疆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 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两国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应该说两国关系,25年来一直保持着积极和健康的发展市场 2015年12月,阿斯拜疆现任总统阿里耶夫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国持访问 从习近平主席共同见证签署了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备忘录 那么2016年,应该说两国高层实现了三次互防 这个说明了两国关系,就是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随着一大一度倡议的不断深化 不管是在政府还是民间 中国和阿斯拜疆之间的交往日移密切 采访的最后,哈吉耶夫也对设置组表示感谢 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阿斯拜疆 20多天的清场 设置组对阿斯拜疆从陌生变得熟悉 在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国家中 阿斯拜疆并非为人熟知 但这里既有古老的历史,也有着年轻的朝气 其实,只要稍作停留 就会发现这里优美的风光,丰富的物产 也会认识很多热情奔放的朋友 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通过我们的眼睛 来了解并喜爱这个美丽的国家 阿斯拜疆 啊 大家好,你不喜欢的款 家里在春花 fotograf意思说 今天的话5离起 婚室 Schwarzen敢 从来 入车 有 王 金 荷 我 文 你 永 欣 小 Tem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